Android手機呢 怎麼去設定熱點 打開熱點 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那個當然我們要找到設定 設定齒輪這邊 設定點進去 然後呢進去之後 接下來跟熱點有關的幾乎 這個是因為ASUS他現在 這是比較 那個ASUS Zenfone 5的 他現在有稍微把它改的比較多一點點了 不然的話應該前面幾項 都是跟Wi-Fi有關的 但是現在ASUS都把它整理在第一個 所以各位應該看到的 最前面幾項都跟這些有關 跟連接Wi-Fi 然後行動網路 那在這個行動網路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就點下去 然後呢 我看一下他的設定 因為每一支手機改變了設定 不是在行動網路 他應該在這裡有一個 無線基地台與網路共用 這個地方 無線基地台與網路共用 點進去 但是很多人的手機字樣會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Android手機呢 不同廠牌 比如說HTC Sansung Sony 那個反正就不同廠牌的 他們會重新把它 把這些文字都重新改過 編碼過 所以會不容易找到位置 各位要仔細找 然後呢接下來進到這種熱點分享 或無線基地台分享 或者是相關的字眼 點進去之後呢 比如說這邊就有一些字樣可以點 像一個Wi-Fi無線基地台 像我在這個地方 我點進去 可以設定基地台的名稱 也就是別人在找Wi-Fi的時候可以找到我的 然後另外這個地方 設定密碼 OK 你可以點下去 然後重新 那重新改一下 重新改一下 好 改完了之後按確定 你的密碼就改了 OK 好 所以這一個 當你如果熱點打開之後 不管你剛才是iPhone的打開 或者是Android的打開 你可以用你另外的裝置去找一下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用這個Apple 我再投影一下好了 來 我再用Apple投影一下 等我一下 好 比如說今天 剛才這個 我熱點打開了 Asus IC1 我怎麼去連它呢 你就是 來 iPhone這裡 也是一樣到設定 然後呢 設定之後 這邊就有個Wi-Fi 這個點都會 對不起 這錄影的部分 它會這樣子 好 那你就看到Wi-Fi的字樣 好 所以呢 就把它點進去 然後 當然可以從下方這邊去找 有沒有這個名稱在 好 那找到了之後 點下去的時候 它會問你要打密碼 你就打這邊的密碼 那就自然就連上了 OK 每一個裝置都是一樣 你只要開一個熱點 然後你今天另外 弄另外一個裝置去嘗試連連看 好 但是呢 這我們的使用經驗發現 Android熱點一分享 別人很快就會看到 但是Apple的熱點一分享 有時候會 人家要等五分鐘以後 才看得到熱點 OK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這是至少 發覺很多人的Apple 都是這樣的情況 好 來先請各位Android跟這個Android跟Apple 都請試一下 比如說你的熱點打開在哪個地方 改名字在哪裡 然後密碼要怎麼修改 都請嘗試看看 老師請問一下熱點是 熱點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就是類似無線基地台 就是我把我的吃到飽的網路 分享給其他人用 就是用分享的那個嗎 對對對 好 OK 好 所以請大家試一下